礼拜三清晨 港府拘捕至少52人 成了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被捕人数最多的行动 除了前立法会议员 涂景深 胡志伟等多数有参与去年香港民主派初选的港人 还包括在港工作的美籍人权律师关尚义 而港府大滥捕的时间点恰巧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的前一天 趁这个美国正在里面在往选举的那个争论的时候 就抛一个球出来 我用六个大字来形容这个事情 就是超级人质外交 在这个情况是不是所有文明民主的国家都需要考虑清楚 对中共要採取什么样的策略 这是每一个人都要想清楚 中共趁着美国国会联席会议的前夕 以及美国总统川普团队忙着处理选举舞弊争议之际 启动大抓捕 美国政坛包括拜登政府提名为国务卿的布林肯 随后推文指出 泛民主派抗议者遭到大规模逮捕 是对那些勇敢为普世权利发生人士的攻击 而这场大拦捕行动的背后 似乎也反映中共内部政权交集不稳 2021年中共的内部会不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大家都是在猜测当中 而且在香港本身会不会说因为被压迫的非常厉害 而引起非常大的骚动 让中共来镇压 也是重点 中共是在最后末路的之前在狂奔 中共在国际瞩目下越加猖狂 不仅显示中共内外交困陷入严峻的危局 也让各国政府越来越看清中共的本质 新唐人亚太电视 时间里照同于台湾台北采访报道